他很习惯很靠近 他在耳边讲这样 好了啦 寻找亲爱的对象 本质一样 此时此刻是一部台湾都会爱情网路剧 由王靖 吴康仁 林心如 贾静文 徐希帝 宋云化 郭雪芙 林熙磊 刘品妍 修杰凯 找来20多位知名艺人谱写10种爱情故事 将在11月10日Netflix上架 而林博洪和Lulu为宣传他们新戏 特地来到TOP1杯节目 然而这部剧是Lulu首度挑战女主角 让她感到很兴奋 有一个完整的本 然后而且这完整的本 男主角是林博洪 你有时候想听到是她的时候 你心里的第一个反应是 哦可以接 然后你还问我说 那你跟你们有吻戏可以吗 我说我都可以跟邱泽传信 你觉得呢 没有啦 林博洪在戏中饰演徐佩明 是一名发型师 为了这角色 他接受了专业训练 配合角色个性 让他在剧中动作举止暧昧度破表 然而现场演绎也让Lulu 胆到相当害羞 比如说有一个毛巾嘛 就会披上来以后 这个发型师很常就是 在这个位置跟他讲话 你看这样就很近 他很习惯很靠近 还在耳边讲话 对然后就会让客人就 哎干嘛啦 对 干嘛好了啦 然后比如说顺头发的时候 就会 调到脖子 很容易碰到脖子啊耳朵什么的 敏感敏感 对 因为怕破坏他的造型 他的发型 或是一个快速拉近 对 尤其他们会有那个椅背嘛 然后很多发型师 就会这样子跟他讲话 然后看镜子 就是这个剧里也不是一般人讲 这个剧里这样子就打造了 所以在画面上就会很容易 好像这个男生有一个侵略性 而Lulu在剧中饰演盲人王宝玲 为了演绎这个角色 他坦言这一辈子都在为剧中人物训练演技 让林伯红夸赞他的演技很神奇 因为我还特地有去那个爱盲协会 感受一下到底盲人怎么生活 因为他们有个惯性是声音会先来 所以我会用耳朵去对那个声音 然后眼睛又有一点分开 看他眼珠我都觉得很神奇耶 一颗眼珠会动 对 一颗眼珠会动 眼珠不动是件事 对 那是你原本就会技能 还是说你是为了这个角色 你说眼球分开喔 对 眼球分开 我小时候就在练习 所以你知道吗 为什么 对 准备了一辈子就是为了这个角色 那个宣传的Take a Life slogan 都可以这样写 你得奖上台可以讲这一句 我为了0800 我为了保林这个角色 我准备了一辈子 对对对对 节目中两人还玩了一个小游戏 要互相说出对方的事情 最终 林伯红说了 当场现唱蔡依林的歌曲 亲爱的对象 他美妙歌声赢得了所有人的赞赏 我想说今天不管谁惩罚唱歌 谁都很OK 如果你不唱歌的话 你就要选择讲一个 刻骨铭心的人生爱情故事 还是唱歌吧 唱歌 来吧 点歌本 那你唱那个啊 亲爱的对象啊 好那就唱 唱亲爱的对象好了 好 好在我们从不必说明 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都没关系 很单纯很向往 寻找亲爱的对象 本质一样 好谢谢 现场真的好听到不敢 好酥喔 好酥喔